据调查1992年韩中两国建交后 从2000年开始消费品出口维靡不振 生产资料则根据不同领域出口状况有好有坏 以消费品为例 虽在建交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 化妆品和电脑出口迅猛增长 但从2002年至2011年 该类产品的出口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 生产资料方面从无线通讯设备的出口来看 2001年比1992年增加了350倍 而2011年与2002年相比减增加了0.9倍 2011年平板显示器的出口与10年前相比增加了427倍 中国买家分析称 韩国若想增加其产品出口除了提升质量以外 还需对中国市场进行深入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